今天头好痛啊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风 今天我不敢出门 今天我真的不敢出门 你看我这里冒了个痘痘很大 啊 我不知为什么我这把年龄了还要长青春的 真的是太难了 我这把岁数还要长个青春的 这个真的长得太大颗了 这个好大一颗 又疼 碰一下又疼 好难受 很难受 不知为什么还要长青春痘 我都烦了 这个叫老年痘 真的 我都不好意思出去了 今天我那两个朋友 约我都不敢出去 我今天都不敢出去了 可能是不是我这段时间 休息不好 然后又失眠 搞得压力大 所以冒痘痘了 哎呦 头 头 头有点晕了 原来这几天 我发现我自己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体质的问题 我很喜欢 在这里 这里 嘴的周围冒痘 其他地方也不冒 就很喜欢在这 这个嘴的周围冒痘 这是什么原因啊 这个问题呢 已经出现一年了 我今年 就是它时不时 也会在这里长一颗 以后在这里长一两颗 而且它这种痘 就是轻轻一碰 它会很痛 刚开始的时候是红红的 然后硬硬的 慢慢呢 它就会起那个白白的 哇 碰一碰很痛的 然后我也买过很多东西图啊 像是吃的 调理的 我都有 都有去尝试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这个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 就是它好了之后呢 它可能到下一个月 它又隔一段时间 到时候它又长 它又在这个地方反复的长 所以说导致这旁边的皮肤都不是很好 我不知道为什么 每个月呢 它总有几天 它就要冒 喜欢冒痘痘 所以说每次冒痘痘 我都不想出门 就想在家里面休息 他们说是我休息不好 所以说才导致冒痘痘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也像我这样 就是有时候晚上熬夜熬播 但是有时候我也不想熬夜的 但是有时候为了生活也没办法 要熬夜要工作 所以说呢 嗯 真的是太大壳了 你长在别的地方都没关系 你知道吗 长到这里啊 又不敢挤 挤一挤很痛 特别是长到这个位置啊 这个岩中这里更加痛 碰一碰都痛 我好苦恼哦 我好苦恼 我好苦恼 真的很苦恼 这个事情 你看 我这个花盆啊 以前种的全是一些玫瑰花 还有那个月季花 因为我比较少在家 所以说没有时间打理 你看 全部全部没了 然后就剩下这个仙岩掌 这个仙岩掌还挪着呢 还有这个小葱葱 这个葱葱 这个葱葱还可以 草莓也没有了 你看 嗯 其实 以前就是专门在家里面做饭菜的时候 我很喜欢种一些花花草草 还有草莓啊 很喜欢种这些东西 你现在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就没 比较少在家打理 你看 都没了 都没了 哈哈哈哈 以前好漂亮啊 我这个阳台 以前这个阳台 我把它搞得很漂亮 现在看起来啊 一颗 一颗花都没了 一颗花都没了 哈哈 哈哈哈 一颗花都没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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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这颗花都没了